师傅好 你好 太开心了都没 听不见的刚才 再讲讲 师傅能听到吗 现在听到了讲吧 师傅我给我评论一下 1985年属牛的 85年属牛的 想看什么讲吧 我想看一下 分享有没有灵性 脖子上有一个 疼 也疼 对了 听得懂吗 要多少张小房子 69 是一个年轻女人 看上去像40岁左右的 40岁左右的 长得蛮好看的 他基本上有灵性吗 什么 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灵性吗 其他的没有什么灵性 主要的问题 气场非常不好 周围的环境很不好 所以你这个人想做什么都不顺利 嗯 是 我周围经常说的话也是 你的 很少能排 对 你的外环境非常不好 爱的地方 外环境非常不好 外环境非常气场不好 你这个人呢 我告诉你 第一呢 被人家忌妒 第二呢 你自己做人也不会 你经常说话大大咧咧 表情不太丰富 让别人那老对你又产生一种 记恨感 听不懂啊 嗯 听得懂 改毛病啊 真的 嗯 谢谢师傅 师傅我想问一下 我聊事业怎么样呀 事业一般 嗯 因为现在我跟着我一个同学 学做那个外貌嘛 也是刚刚起步 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做 什么呀 做外貌是吧 嗯 可以做 嗯 可以做是吗 嗯 你这个人呢 记住了 以后看见男人的讲话 不要叹叹的 人家女人会嫉妒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我改 我改 你这个人就这个毛病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还不知道多少人嫉妒你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啊 听得懂 你长化妆倒不是画得很浓的 也不是画得特别特别浓 但是呢 你就是 就是这个脸们也比较清秀 然后呢 有时候人家呢 跟你讲几句话就对你产生好感 然后呢 你又不计尾 当着人家面 然后又好像大家谈得很很热乎的 接下来面边上就嫉妒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我是有这个毛病 我一定改 师父 嗯 那这样说的话 我这个事业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是吗 可以做的 嗯 有前途的 是不是 前途有 明白吗 但是要好好学 明白师父 好好学的 因为里边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 你慢慢再研究吧 嗯 师父 师父 我需要放生多少条鱼吗 放生2000条鱼 2000条是吗 嗯 嗯 师父 我身上的业帐有多少呀 你看 你跟师父讲话没关系的 你以后跟人家讲话 我再多少 我再多少条啦 最后尾鱼 我明白了 师父 我 知道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被人家嫉妒这么多年 不就是这个毛病啊 你跟人家女人讲话没关系 你跟那男人这么一来 人家边上的女人都会吃醋啊 你听不懂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改了 师父 我改了 而且还不能笑 听不懂啊 就笑都不要笑 你看我现在就找你毛病啊 你听不懂啊 嗯 谢谢师父 要以后讲话要规规矩矩 不能笑 女人跟男人讲话一笑 好了 这个边上马上就有人嫉妒 而且男人就觉得你这个人 嗯 我可以怎么样 我明白您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明白 就很规矩的回答一句 嗯 明白了吗 师父 我想问一下 我身上业障有多少呀 业障 业障很重啊 刚刚看周围都是的 气场不好是不是 气场非常不好 英气太重 所以你这个女人枪就特别重 听不懂啊 嗯 我明白了 嗯 要改啊 师父我这种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牛啊 偏深色 1985年 偏深色 看到了 偏深的是吗 嗯 而且你要穿 你以后要穿职业装就很好看 嗯 不要穿职业装是吗 就是穿那种黑颜色的西装啦 也可以啊 或者 或者要下面就绝对不要穿裙子 不能穿裙子 你就穿那种裤子嘛 也可以啊 深色的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没办法 只能穿 穿裙子一定要穿长裙 不要穿短裙 嗯 明白 不穿短裙子 嗯 师父 我想看一下我的莲花怎么样呀 抱抱 抱那个号码 以后全部 14319 看看啊 这个查起的最快的 14319 啊 莲花还在 嗯 很好 开的好吗 飘的蛮远的 而且这莲花飘的蛮远的 在天上很高的地方 蛮好的 嗯 蛮好 什么颜色的 还靠白的 奶白色 白色的 太棒了 我就喜欢白颜色的 莲花 而且还靠近太阳 嗯 哦 太棒了 谢谢您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下 刚才姐夫看一下 她的眼睛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74年属虎 男的 不好 右眼 但是我忘了 她具体是哪只眼睛了 右眼 右眼 去年的时候好像是出问题了 对 我告诉你 她眼睛上有灵性吗 有 大灵性 嗯 大灵性 要多少张小房子 会让她看不见的 听不懂啊 嗯 是 好了 我眼睛多了 我告诉你 你姐夫 就是眼睛不好 嗯 是你姐夫啊 嗯 你离她远一点 听不懂啊 哦 你好像她学播修心啊 要打情骂俏的 我告诉你啊 有的人有福气 打打情骂俏 还能照样没事 有的人夫妻很薄的 一动这种脑筋 马上出事 眼睛瞎掉 这是很正常的 还有死掉的呢 听不懂啊 嗯 她这个眼睛 要多少张小房子 先念108张吧 108张 叫她每天要念五遍礼佛 或者三遍 一遍五遍礼佛 嗯 或者三遍 嗯 好吗 她发生多少遍呢 500条 嗯 500条 嗯 嗯 好了好了 不能看了 嗯 我明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她 嗯 一条房子发生的话 是好转起来 你少度她 你先度你姐姐 叫你姐姐叫她 听不懂啊 我姐姐已经念经了 她已经念经了 那好了 那管你什么事啊 你小姨子管这么多事情干嘛 我再想跟你们说的 女孩子不要去度男的 男的不能度女的 嗯 叫你姐姐去度她 嗯 你跟我老实点 我警告你啊 你别伤了自己道狠 到时候师父跟你说 莲花掉下来 你上不去了 我跟你讲 嗯嗯 我告诉你 我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莲花掉下来的人 走的时候一定很痛的 会很苦的 嗯 听不懂啊 谢谢董师傅 好了就这样吧 嗯 谢谢您师傅 再见 再见 祝您清洁快乐 啊 再见 再见 嗯 好 师傅再见